大得好好的 然后两个人一起建了高铁 建了演唱会的票 准备去杭州 高高新铅计划几个月 到了高铁那 他身份队就没带 我就想 这么大事情 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呢 后来是你自己去的 还是你们俩都没去 后来都没去 那我也一个人也不会适合 去了也不开心 小伙子还不去 但是当时就是把包往地上去穿 然后那个车站那边的人量那么多 特别尴尬 然后就那边吼我 然后我跟他道歉了 他还是那个样子 这种事情 我觉得特别大的事 我就辛辛苦苦计划了几个月 整个行程就一下子就 自己全都泡上 然后就还有一件 就是平常哭笑不得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我们俩都有健身的习惯 哈喽大家好 专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 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 通过不结实 不运动 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 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 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 健康减肥方法 在不结实 不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 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如果你也想减肥 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请加我微信 AC110116 再重复一遍哦 微信 AC110116 现在添加伊伊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 第一问你 养生病治的减肥计划一套哦 就是平常哭笑不得的事情 上次我知道 我们俩都有健身的习惯 然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健身了 那次我有事就没去嘛 健身完 然后他们女生都喜欢脏 所以头发就出来就走了 走到一半发现 他眼睛丢了 然后他回健身房找眼睛去了 找眼睛 然后他发现了 原来梳子丢在那了 然后他把梳子丢在那了 我觉得就很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丢了 那我也不是丢你眼睛 也不是丢你说的 但是说我被也找到了吗 女生怎么了 今天是说你要来是吧 你给他吼你对不对 还他要来 他老是在公共场合吼我 他可以回去跟我说啊 还有别的吗 你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吧 他都会送一些小女物啊 塞点情书啊 然后现在 还有情书是吧 对 他会写一点情书啊 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也不用心 以前吧 我们俩一起的时候 我胃不好 他会陪我吃早饭 周年周月 后来吧就开始迟到 迟到30分钟 我都吃完了 他还没过来 然后后来我就不要求他 陪我吃饭 他睡觉 就让他睡去吧 我就形式给他送早饭 因为不吃早饭 对身体也不好 我给他送 9点多钟了 我打电话到宿舍门口 我想给他 让他出的来 我一打电话 他就冲我上 又是睡着吃饭 你傻不法 你不让我来睡觉 你就又睡着 哎呀 这个关系转变得很快啊 从我陪你吃早饭 到我要你给我送早饭 还嫌烦 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平常会做一些 里面兼职的事 本来就挺辛苦的 他不关心我就算了 他还不支持我 就不让我去做这些东西 他有多个兼职 我们都有做 很正常 他有一次做领域活动 他当朋友 他接了一个内衣的活动 这被我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支持 后来我就不支持他做这个活动 他也会瞒着我 会瞒着我做 说就是瞒着 有一次我出去做这个领域活动 他问我在哪 我就说我在宿舍 他说我在你宿舍楼下 你说我今天不舒服 你就别过来 然后他说他不要见我 我说我真不舒服 他搞得到好 他一下子就说到我出去 就被阿姨逮到 阿姨把我踢了一顿 我这人可能就有点 我跟他在一起 周末嘛 因为一般人家 他出